欢迎收听音乐stand up 我是英志远 自认已经过气的音乐老师 大家好我是沈子杰 一位很怕过气线的孩子 八者舞台不放的现役音乐家 对 这个 老师你 你很喜欢度假对不对 我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 我问什么问题 谁不喜欢度假 对其实假如别人帮你出钱 你有足够的休闲时间 谁不要度假 对谁不喜欢度假 问题是有没有时间度假 或者这个度假成本是不是太高 加上成本太高 时间太短 效益没有 或是你喜欢哪一种的度假 其实我 今天我就要跟你聊 就是说 再过两个礼拜 我们会进 我啦 我会进入到很正常的 音乐的教学的 又会进入到程序里面流程 我就要开始讲古典音乐 讲苏式 但是现在呢 我们在假期的尾端 你是已经小孩都开学了吗 对 我没有假期 好 而且你要办一些活动 是跟小学的 对 他们开学了 然后你也要去小学 去推广音乐 那我主要的 我主要的学校 就是社区大学 都到三月初 有时候第二个礼拜 才开学 所以我们的假期非常长 我们从大概一月初 年前 对一直到三月初 我们就真正放两个月 对 所以我事实上 现在才开始转 把我的那个 稍微 就是把我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 发条 发条 对 开始转 对 那我想之后 我们会谈很多音乐的东西 我今天想试试看 就讲这次我的独家 好 好 那你就 你就嘴巴张开来听 对 那我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发生在生活里的东西 通常就会真的很好玩 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你有没有去过教会 长期的 没有去过长期的 没有 我现在讲一下 在巴黎的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我有去巴黎的一个教会 那牧师 我其实蛮喜欢的 这个牧师有一个特质 长得特别帅 没有 那要看跟谁比 好 那这个牧师呢 他其实对我有一个启发的作用 其实我是 有一些地方向他 但是他走在我的前面 除了年纪比我大以外 那他有个主题 他就是牧师 他要讲圣经 OK 他要带大家唱诗歌 他还要负责收奉献 这个东西 每一个东西 他都要给予不同的能量 当他在讲道的时候 是一种能量 大家一起唱圣歌的 诗歌的时候 那我们唱的不是那种 马丁路的那种 四目的和声的那种 圣歌老派的 不是 我们唱的是 有点像流行歌的圣歌 但是很容易上口 对 他带大家唱歌 我觉得他也很有一套 那他们那个时候叫 敬拜赞美 他们有时候会找一些 比较有音乐天分的人来带唱 但他自己会上来 偶尔他也会唱 声音也非常好听 比如说奉献的时候 他奉献的时候 他带大家祷告 然后唱歌 那奉献的时候会唱 就是每次都唱同一首 很奇怪 那个歌唱了 口袋就掏得多一点 他需要的能量不一样 所以我要讲 就是说他走在我的前面 我看着他 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 我是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欣赏他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对我有影响的东西 你要知道讲圣经 我从小就在圣经的故事里面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 妈妈帮我挖耳朵 你知道妈妈挖耳朵 你知道耳朵是很敏感的地方 妈妈挖耳朵是最幸福的时候 躺在妈妈的腿上 妈妈坐在沙发上 我就躺在她腿上 她就挖 然后我就说妈妈讲故事 讲故事 那我妈妈最喜欢讲的 就是这个参僧 以前的一个士师 就是以色列士师 反正他就参僧就是 他只要拿那个死掉的动物的头盖骨 抓起来就可以打死 用那个当武器 就可以砸死一大堆的敌人 就他一个人可以依夫当官 万夫莫敌 在一个闲耀的地方 所有的敌人过来 他就把他给敲死 就拿那个骨头而咬 受骨 听这个故事超喜欢的 从小其实我就很喜欢听故事 但是你知道圣经故事 它还是有限 所以你听二十多年 其实都是那个 然后尤其是耶稣的故事 也就写在那个四福音书里面 所以常常我在大学的时候 又去一个很有名的教会 我不讲出那个名字 但每次去我就很奇怪 马上就非常想睡觉 好累 在教堂里面听讲道就是非常累 可是我四十岁的时候 去的这个巴黎的教会 这位牧师 从来不会给我这种感觉 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 他就先把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拿来讲 他看过电视 或者他发生一些事情 或者他只是在一个次 去试集买东西 你就觉得在这个听的当中 因为有一种新鲜的东西 一直进来 你透过他的叙述 你觉得那个事情 你也参与了百分之三十 很有感觉 对 所以他当然 他不会偏离他的教义 他最后他就会带到圣经 然后他就会开始查阅圣经 就是因为生活里的东西 他很有感觉 甚至吃东西 他也很懂得吃 对 所以他就把生活里面 甚至他有一次被偷了很多的钱 我听了也是惊惊动魄 你知道 在戴格罗机场 被偷 一笔金额 那这个过程里面 先把我们拉到一种 对生命很有体会 然后就觉得 哇 每个礼拜都有新的事情 然后都有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很不幸 就是怎么会发生在 他或者他的身边的一些人的身上 对 很有感觉 然后就开始带到圣经 你知道吗 所以我其实他给我 很好的一个因例 就是说他走在我前面 所以我就知道说 生活的新鲜感 生活的趣味性 最后这个事情 有没有留给我们一种 比较倦勇的一种体会 那我就称它为哲学性 那他们就是 这个东西就主要是要用圣经 对 圣经的教导 那这个东西都写在那边 所以讲说 因为这个故事 你突然对这句话很有体会的话 那这个话就比较 比较容易 会存在你的心里了 它成为一个座右鸣 不然的话只是讲道理 真的是 但是听了马上就像我大学的时候 马上想睡觉 好 那我现在就要拉回来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今天在做的事情 也是有点在 寻的一样的轨道 那只是我 我没有用基督教的教义 或者佛教的教义 或者道教的教义来讲 那我有我自己的一套 人生的哲学 那这个哲学 基本上我身边的人 包括你 可能都很认同 其实现在要讲道理 没有人不会讲了 你说以前有个叫 新海罗盆的 他把所有的道理来做 各种编排 讲得大家运头转向 都很有道理 可是觉得好像 永远走不出来的感觉 有点进到那个 八正图的感觉 对 所以讲道理是人人都会了 其实有时候 小孩子讲的道理 组织起来 那小孩子讲的道理都很棒 所以作文可以拿得很高分 这是我的一个外甥跟我讲 他的作文超好 分数超高的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那么会写作文 他说作文第一个要件是什么呢 你那时候他才小学六年级 我听了以后 还有第一要件 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猜 他作文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觉得呢 引经据典 不是 会写字 不是 不漂亮 不是 那是什么 他说 要写大人想听的话 好了 OK 所以讲道理是 连小孩子都很懂 所以要么怎么会 有的补习班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会讲道理 我也会讲道理 牧师会讲道理 你知道很多人都很会讲道理 国文老师也会讲道理 哲学教授也会讲道理 YouTube什么点进去 大家都很会讲道理 对 但是能够把生活的 生活的那种新鲜感带进来 生活的趣味性 让你真的感同身受 那个带进来 这个东西就比较难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很多人生活 好像很有趣味性 可是他就是缺了那个 灵性的 或者是那种理性的 哲学的东西 对 那有的人就是说 他太就是 对啊 掉书袋子 对 生活就少了那个趣味 然后吃东西也不是 也没有吃的精进 玩也不能玩到 非常的投入 对 什么东西都 他很会讲道理 那听众人讲道理 就是马上想睡觉 对 没错 是 我现在来试试看 你知道我上个礼拜 其实我这 林明洋 就是他们演员会 然后被我们大骂了四天以后 他就回巴黎了 是不是很好笑 把他骂 对 然后 对 那走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抱得很紧 要上飞机了 就因为他 他想说我终于不用再听 终于可以不用再被骂了 终于不用再听了 但是殊不住我们做了四集podcast来骂他 对 他离开了以后 我们就再休息了两天 然后我们就开始开车 我们先到云林的亲戚家 先住两天 那两天以后再到 在恒春住了五天 所以一共住了七天 其中有五天是在恒春 那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去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恒春 我其实在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 那时候我太太突然跟我讲说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小孩子 曾经在五岁 就是我大女儿五岁 小女儿两岁的时候 曾经到过日本去玩 那个对我们来讲 那是惊天动地 天翻地覆的一次出国旅行经验 超快乐的 我们就那次到了日本 因为我的岳父 小孩子外公 请我们去那边吃住玩 全部都他来招待 我们只要出机票 高兴得不得了 带了两个小孩子 那英九人都已经到了成天街场 然后我们坐着 那种手扶的梯 然后一种行李的那种 自动的那种输送带 我们就站在上面 走到快要入关了 英九人告诉我 问我 爸爸 他才五岁 他说爸爸 是不是那个玻璃 过去就是日本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坐飞机 已经离开台湾了 我们已经离开台湾 他不知道 他说那是不是 我们待会就会到日本 我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那一次完了以后太快乐 所以回来以后 我们就 因为时代钱花光了 那时候我们非常的穷 所以第二年的 同样一个时间 也是寒假的时候 突然我太太跟我讲说 我们虽然不能去日本玩 但是我们那个快乐经验 那一次去玩太快了 还住过很多高级大饭店 现在有一个 凯撒饭店 你知道那个凯撒在当时 简直就是台湾最棒的饭店 在当时 凯撒竟然推出买一送一 那个价钱虽然 我们当时一看是吓死人了 我们其实是非常节省 可以看到买一送一 好高兴 那时候大概 反正就是比别的饭店 大概跪一倍 但是我们就去 你知道那个时候 旁边的那些什么 很多饭店 浮华饭店都没有盖 大部分的大饭店都没有盖 那次我们去玩 真的超快乐的 超快乐的 那就是说我从此 也就是说在 英九然 我的大女儿 六岁的时候 现在算起来就是 三十一年前 我们去了那一次以后 我们每一年都要去 所以第二年我们就 可能第二年还是住两天 第三年就是四天 四天了 四天四天 后来六天 后来八天 后来我们去住住十天 越来越久 越来越久 太喜欢了 那我呢 两个女儿也是爱到极点 因为去那边很安全 我和她就可以到海边去走 那小孩子可以留在饭店 自己去游泳 自己去玩 所以那个是一个 四个人都觉得舒服的地方 懂意思没有 就是安全 然后我们就一定住在一楼 因为我们的后练 走出去就是游泳池 然后小孩子大游 游到冷以后再冲进来 然后泡热水 直接赶快 对 然后我们四个人住一间很便宜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 很好的不同记忆 那就在三十一年前 除了我在法国那四年之外 我们才有时间 有时候两年 有时候三年 大部分都是一年 隔一年 我们就去 而且一定住凯撒饭店 可是有时候因为太贵 我们就 我们嫌贵的时候 我们就先住民宿 住个两天 然后再跑去凯撒饭店 住个两天 这样 那有时候 这一次我们就是 先在另外一个饭店 H型会馆 叫H会馆 那边住一天 那是在恒春的北部 一点住一天 但是那也是在海边 住一天 然后再到凯撒 住四天 那这个变成一个 非常确定的一种快乐 那个快乐 并不是你还可以发现 什么新的东西 而是你一去那边 就是快乐的回忆涌上来 对 你就说除了当下的快乐外 你也有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很安定 其实你知道我们老了 有时候不愉快的事情 累积的也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愉快的东西进来 去那边 我跟我太太 就是基本上会一直会想 你看那只鹦鹉 以前都有鹦鹉 现在的鹦鹉 只剩一只 住在他们的中庭 就是游泳池旁边 但以前他们是在大厅 那个Lobby会一只鹦鹉 那我们家以前两个女儿 爱死那个大的金刚鹦鹉了 然后就一直跟他讲话 那个金刚鹦鹉 你拿到东西给他吃 他会用手去叼你给他的东西 譬如你给他那个坚果 他就叼 可是有时候他不小心会咬到 你的手指头 你猜会怎么样 会流血吗 不会 你猜会怎么样 我猜会流血 每次都一样 No 他当他咬到 他觉得那不是坚果的时候 他会突然间 一声放掉 所以他还不至于让你受伤 你会有点吓到 就那个力量有点恐怖 好像老虎钱 真的在往下压 真的手会断掉 但他就压到 他自己也就觉得 这不是他要吃的东西 是一种软的东西 他自己会吓一跳 他会大叫一声 然后就松掉 对 所以他是很可爱的 而且我们一直跟他讲话 一直跟他讲话 那终于有一天 有一天 就是鹦鹉 他跟你们说 说什么 你在 好吵 这次鹦鹉做了一个 我们一辈子忘不掉的动作 我们家四个人 同时看到他做的一个动作 你一定不能想象 我没办法想象 我现在想到的都是超搞笑的画面 好你讲 你搞笑 有多搞笑 对着你们的手 大便 那他先转身 那这样子就不会有效果 对 他要飞起来 但是 他会被栓在那里 他有一个 他的脚 其实有一个地方栓住 还是他脚滑了一下 好像没有栓 但是基本上他不会离开 他是在那很高的一个架子 那个架子是一个圆盘 他站在上面 然后圆盘的上面会有一根杆子 他站在上面 那圆盘旁边会有 给他 他的吃的东西 可能有些吃的东西 那他的大便就会在那个圆盘 还是他吐口水 你大概不知道 他很难吐口水 他 好了 我还是不要 你这样 显然你是没有养过鸟 对我没有养过鸟 没有 你对鸟的习性太不了解 对 好 我告诉你 我相信很多人 不知道 听到以后就觉得太有趣了 因为我们一直看他 一直跟他讲话 对他很好 他也会 有时候会对我们一直鞠躬 这样鞠躬 然后有时候 然后转一圈 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动作 有一天 他大概觉得 这个面孔 好像这几天都有看到 突然对我们产生了 很深厚的感情 他竟然从他身上 抓了一根 可能快掉的毛 就抓 就一只脚 抓起来后 拿给我们 真的 对 我们那只羽毛 现在还在我们家 已经30年了 已经26、27年了 还在我们家 蛮特别的 很漂亮 那羽毛 20、30年还是很鲜艳 他竟然会抓一个羽毛 很有趣吧 给你一个礼物 对 那他的 来领红包的 来领红包 给你一个红包 给你一个红包 所以 其实我们艺术家 也是 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身上的羽毛 拔给别人 拔给别人 对 好了 那我就讲 所以我们就是 常年的来讲 去那边都有很多快乐的会议 所以 而且每年的折口不一样 也会带来一点小小乐趣 有时候他会竟然送你很棒的晚餐 凯撒的晚餐超棒的 好了 反正这次我们没有晚餐 但是我们有两天可以吃 我们住了四天 有两天我们去吃他的很豪迈的早餐 OK 可是有两天不是早餐 他给你早午餐 就是说你从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钟 都可以去吃 那个就是套餐 但是也很棒 OK 反正就是那也会带来很多乐趣 这一次 我们是带着非常大的一种 感恩的兴趣的地方 为什么 其实就在这几年 当然小孩都长大了 对 那其实我今年的状态 其实是相当好 因为其实我常年的都会有些 常常到了冬天都会有点忧郁 对 其实我我觉得那个忧郁 它就是真的就像天气 有时候就是来的时候 我就连续三个月 三个月都是下着雨的感觉 对 可能今年就是 我觉得就是在艺术上面 在很多方面 也许跟你做podcast 也给我了很多能量 然后我出现了一些学生 他们一直很支持我 把课开得更好 然后他们就是 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这个世界 在缓慢缓慢的 在累积到了一个 我觉得舒服的状态 是很稳健的 我不需要去讨好 或者做一些特别的努力 我只要保持我现在的方式 譬如说每个礼拜 跟你录podcast 每天去背这个舒适的东西 花个两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把我的教材整理好 然后隔几天看个电影 对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有点进入到 比较像是一个 不敢说修行 但是它就是一个 有在固定在自我锻炼的一种 而且是一个很适当的tension 不会很累 我觉得最近状态蛮好 所以我真的有带着感恩的心去 所以当我的车子 还没有到了恒春 就在海边 有一个地方叫H会馆 所以我不是替它打滚 在凯撒 我们以前去凯撒度假的时候 一定会经过那地方 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空荡浪 只是一个斜坡而已 就那个斜坡再到海边 中间只有几十公尺 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够开发 作为一个饭店的地方 竟然开始在盖饭店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说 天哪 这个地方怎么能够盖饭店 因为我很喜欢凯撒那个角度 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饭店应该住的地方 应该坐落的地方 但是那盖的实在太漂亮 盖的有一个好高的塔 好像外太空的太空旋要降落的地方 然后在那么陡的斜坡 你会觉得它盖的有一点点 有点很巩固的感觉 你知道这个在危险当中 在一个你不觉得不可以 不可以 不应该有建筑的地方盖 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你看那个Mont-Saint-Michel 在一个海岛盖得那么坚挺的 耸立的一个建筑 就在那么小的面积这样往上盖 所以当他这样盖好了以后 这盖的我每一年去就发现 它进度并没有说快到说 一年就盖完了 没有 你也看到慢慢盖 所以你就看 盖一个这么大的饭店 然后很有造型 然后你知道这三十年来 我经过那边 听说那个比凯撒还贵 所以想都不敢想 好 今年没想到 我太太就买到一个优惠专案 我想说第一次去 所以不要冒险 我们就住一晚 后面四天再去住凯撒 然后都安排非常好 所以我就带着极高的 你知道这就是好奇 对不对 经过了三十一年 从来没有上去过 这次终于要到 要去看看他们的NASA是什么感觉 所以这次我去了 去那边 然后去了以后很快就傍晚 然后就去游泳 没有加温 但是太阳晒了以后 还可以接受 就你那边泡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都没有问题 冷的话就上来用 毛巾擦一擦 但是我在傍晚的时候 在那边的一个游泳池 他们叫做无边际游泳池 你真的 你在水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 直接看到就是太平洋 真的你跟太平洋之间 连一点阶 阻挡都没有 就有玻璃了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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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室外 它是室外 它是室外 第一我讲给你听 室外 然后所谓的无边际 就是它的水会 有一点漫过那个 漫过游泳池的边缘 然后漫过那个边缘 所以你是看不到 游泳池那个边的 然后再往前看 因为它很高 所以它全部是太平洋 不 no no 不是太平洋 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 好 所以它叫无边际 那个无边际是真的无边际 我以前也游过 那个台东的无边际 那个是有边际 这个是真的无边际 因为它够高 然后你呢 那个水面 你真的往前看 你完全看不到 任何的建筑物 树叶 什么都没有 你就看到前面的海 然后更夸张的是 太阳要落下了 那天呢 虽然没有到 一点云雾都没有 但是基本上 在完全落下之前 是的确会 被那海面上的云雾 有点挡住 但是太阳已经几乎 要快要到水平面 就是海平面的时候 你还看到 那个金色的阳光 一直从太平洋 一直蔓延到 我们的游泳池 我在那边看 我觉得超 超奇幻的 然后再看到 你面对的 那个台湾海峡 往左上角看 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非常高耸的 一个塔 塔上面是一个 一个椭圆形的 一个建筑 非常像 那个 那个就是 等于是 那叫什么 什么塔 就是那个 灯塔 没有不是灯塔 像飞溪起降的 站台 站台 对 像机场的那个台 它就是一个 塔台 对 它像塔台一样 所以其实是蛮奇幻的 非常奇幻 所以那天的 到了傍晚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你就看到所有的 在那边泡澡 泡不到 对不起 就游泳的人 或者在那边晒太阳的人 就兴奋得不着 大家都在 看夕阳 对 为了那一刻 大家都看拼命的照相 有一种很奇怪的 亢奋 全体 在哪里 七八十个而已 不是很多人 蛮多的 七八十个人 同时在游泳 对 五十个 六十 我不能确定 但就是说很多人 都很兴奋 那一刻是很特别 一直到太阳 完全下山 我才换了衣服 然后到塔台上一看 原来那个塔台 长得像塔台 是一个超漂亮的 类似咖啡厅的地方 当然它也会卖一些天使 景观餐厅那种 对 你在那里 你真的有点置身 在海上的感觉 因为它更高 它又是那整个建筑群里面 一个新的高点 最高的 对 好 那天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 当然到了回到饭店 然后晚上 那就是一个一般饭店的感觉 也没有说太特殊了 对 没有 那就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这次度假的 Vagons 我们叫Vacation Vagons的一个前菜是非常好的 然后第二天 Check out 我们车子就 就直接冲了 那就买了一些东西 在路上看到一些商场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知道 这次最夸张的一个事情之一就是 我竟然还没有到饭店 因为三点钟才能Check in 到凯撒 Check in 我就先去了这个一个地方 这个十多年来 我都一定会去的地方 在 Hola 那叫做 那个叫 特利屋 不是 No 不是Hola 我完全讲错了 优活 优活饭店 优活饭店的鞋对面 有一个贝壳店 那这个贝壳店 我超喜欢 因为它全部那个贝壳店 里里外外 就是充满了贝壳的一种形象 那又很大 里面的老板 非常可爱 就是一个 一个才乡下长大的一个大男生 年纪比较还大 大的赤脚 就在店里面 里面所有的工艺品 贝壳做的工艺 都他做的 当然他也卖一些 直接转卖一些贝壳的商品 但是很多的 贝壳的灯具 一些风铃 贝壳做的风铃 都是他做的 一个超好笑的人 超好玩的人 这个人给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认识他十多年 我们家有他的贝壳灯 十多年 有些时候贝壳坏掉了 我都还是觉得很值得 那个贝壳坏掉 那个灯 我就有时候就是 贝壳就拿来 还是 那个灯是用贝壳做的 那贝壳裂掉了 或怎么样的 但我都觉得 就是这样子 我都觉得 还是很美 你知道的 好了 贝壳灯 你大概不知道 是什么感觉 反正那天还没有到凯撒 我就有点太单力 在那个贝壳灯具店 我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乐火饭店的 斜对面的 那个贝壳店 大概太久了 因为我 说不出来 可能我 因为最近太快乐了 我看到他的 每一个做的贝壳 都觉得很棒 都赞 因为他的 主要其实除了 一般的贝壳 主要是海胆 你知道海胆 把刺拔掉 然后那个海胆 你不能吃 那个海胆 就是直接 就是让它死了以后 就用化学处理 让它的所有的 就是让它的骨骸 能够完整的保留住 你知道海胆有多美 你知道吗 它里面那个细孔 细的不得了 里面烤泡有上千个细孔 那个光从里面的细孔透出来 那这个你知道 人类的工艺 永远做不到那么美 太美了 所以那个一个海胆 就美到极点 那灯从里面散出来 那是太美 然后讲 它又用五六种 不同的海胆来搭配 然后这个搭配 譬如说一个灯罩 其实是三个海胆做的 有的是五个海胆 有的是两个海胆做的 然后它有不同的搭配 然后它这个 一个灯座里面会有 这样子的灯 会有五个六个 像我买了一个 是三个的 也买了一个 有八个的 那它又有高低参差 所以非常漂亮 反正还没到凯撒饭店 我就在那家店 搞了快要两小时 而且亢奋得不得了 一直跟老板在那边抬杠 他说哇 你这太要不起了 老板又 看到我那么高兴 就一直说 反正就跟他那边抬杠了 但是我要分享的是什么 你知道 我从他身上我看到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我不喜欢 可是这个贝壳先生 我喜欢 我就在当下我就觉得 我在这个贝壳先生身上 我看到一个 让我一直觉得 有能量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个人是谁 我称他为兰花先生 那个人我就觉得不好 兰花先生以前 也是我很崇拜的 很欣赏的人之一 就他把兰花种到 一个吓死人的号 都可以上金氏记录的号 对 他可以让一株兰花 你猜开起 多少朵花 你猜猜看 一株通常会开几朵 我没有一个概念 我们讲一株 开个三十朵 对不对 五十朵 对不对 五百朵 对不对 他不是 他是八千朵 这么夸张 对 因为事实上 兰花你养得好的话 它是可以长得非常大 它有办法让这个兰花 去年还是几千 去年还是几千朵 今年就是快要上万朵 他就已经破了金氏记录 我要讲兰花先生 跟这个贝克先生 我一个我就觉得我喜欢 一个我觉得不好 我今天就分享这件事情 也许就够了 就是 以前我同拜的兰花先生 后来我跟他一直聊兰花 聊兰花 兰花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后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发现 他一直要破纪录 而且他的东西就是品种 要特别的不得了 其实他就是 当然那个 你知道你自己培养出一个好的品种 新的品种 他是价钱可以很高 假如你破了纪录以后 你的名声是很高的 但是我跟他相处 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对花已经没有感觉 我觉得他对真正 他没有看到一朵花 都会感动的那个东西 他完全没有 看到八千朵才有感觉 对 就是说简单的讲 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一个有修为的人 他是越容易在吃 你们得到快乐 还是他越要吃得 吃得让别人碳为关子 一个动得吃的人 不一定要吃得让别人碳为关子 但他通常会吃得让别人碳为关子 对 他吃的也可以让别人碳为关子 比如说他吃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番薯 但是他烤得也刚刚好 然后这个番薯加一点 他觉得是上好的一种配料 一点点讲 他吃了很高兴 你会觉得天哪 怎么感觉这个好像很厉害 对 就是他的修为 其实是让他更容易在简单的事情上 但是他也是要好 这个好就是说他要更自然 对 只要他符合一种自然 然后他就找到那个滋味 就是他的舌头让他变得 他更能够是一粒花生米 就让他得到天下 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有修为的人 有修为应该是他越来越需要的少 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 我虽然不能说 只能这个渴望不可及 但是我知道是这样 假如说一个人看到 那小花小草开了 他已经不感动了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爱花的人 我不觉得 就像一个人听音乐 就是获得一个对音乐的追求 到最后他就是非常有好的版本 非常有很好的音响 他要有什么什么都要最好的 就是说我就觉得 这个我反而觉得这是偏离了 我觉得那个好的状态 那贝克先生不一样 我觉得他透过做这个贝克 他越来 我觉得他更像小孩子 他已经越来越不计代价 因为事实上他也有点老 这次我会买很多贝克 等于是因为我看到他 我觉得他还是比以前年纪大了 所以他你知道 那个贝克其实很脆弱 所以有些人会被他捏破 就是说想象得出来 就是说他能够像以前一样这样的操作 你要做贝克要很多贝克 这个年那个年 反正这个里面一大堆一些 功力的技巧 对了 那事实上做贝克灯 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 因为你搞个老半天 事实上材料钱扣掉 你能赚钱就只 有时候你只是赚了两三千块 你就要搞个三天 两千 像他拉一个灯 比如说我买我花了六千九百块 买了一个灯 他就有八个大的灯 然后那个每一个灯上面就有四个 或者三个的那个 贝克 那个海胆座的一个灯罩 那事实上他说他这个 他年轻的时候 以前还有力气弯 你知道那个 他的那个整个的结构是用一种铜线 还是那个钢线缠 有的是用四五根缠在一起 然后再用麻绳把它给捆起来 总之就是说 他其实是要有很多的力气 和一些艺术的眼光搭配 然后花很多时间 他说他其实就是 在电影里班也没事 就好玩做 把一些要卖的东西 自己来做一个重新的调配 就本来是要卖的一些商品 他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艺术品 变成往艺术品去了 对 可能本来是商品 对 本来比如说这个海胆 100块 这个只要50块 这个30块 他把150 30的 就180 弄得漂亮 也许他就可以卖900块 对不对 弄成一个灯 一个单人的灯座 单座的那个灯 台灯 他就可以卖1000块 可能这样子 总之他就说 假如要算工钱的话 那根本 台语叫美和 美和 美和 对 的确 我看到他只是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海胆被他弄破了 我说这怎么办 我想买这一盏 他说没关系 我给你贴五个海星上去 哇 你知道 你知道 他就拿了一袋 海星 我说这个 这个海星 好 看起来好像很廉价 他说 每一个都是真的海星 我仔细看 果然你知道 那很小 大概只有你大拇指的指甲 还要小一点 就那个海星的 那个整个张开来的宽度 就你的大拇指的指甲这样 可是你仔细看 每一个脚里面 都是细细点点的 就他其实是真的海星 他把那个 很小很小的海星 做成的标本 就在点点点 把那个洞给补好 这样子粘 有时候还粘失败 我看他搞个 老板搞个半小时 才粘 才弄好 然后赚个五块钱 所以 其实他就是说 趁着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玩一玩这个东西 所以他也没有在想 我这个工要换到多少钱 他没有在想 后面的经济效应 完全没有 我觉得 而且他跟我聊天 越聊越开心 他就不小心 就忘了算钱 这个就送给你了 然后他在旁边就 好 就是说我感觉的出来 他越来越像一个大男孩 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大男孩 我喜欢这样 因为其实我想 你和我做事 我想我们身边 很多人做事 都是这样 你没有想要去做 我要用这个东西 人家说时间就是金钱 No 我觉得时间就是生命 你要把时间就是金钱 我告诉你 那你真的是把时间 那我不选错谎了 假如你说时间就是金钱 那你想想看 那些生下就已经继承 上百亿的那些小朋友 那他 他就拥有很多的时间 没有 他也是 只能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他一天也是二十四个小时 他到时候也是要撬掉 所以 时间不是金钱 时间是生命 因为时间 你把它消耗掉 你就会把生命消耗掉 生命是最可贵的 所以时间就是可贵的 对不对 那钱 钱就适当就好了 对不对 对 老的人就知道 钱根本 钱根本很有限 老的时候才知道 现在我的做文明 就是多多益善 对 我是你的话 也是多多益善 所以我 对 我就是最近 最近也是 有一些 常常会 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后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是花了很多时间的事情 那你就很快你就会 再三十年就是贝壳先生了 大概二十五年 你就会变成贝壳先生 对 我跟你讲 贝壳先生 我认识他十多年 好 就是我从法国回来以后 我就感觉跟以前去法国前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四岁了 所以我还是一样都会常常去凯撒度假 肯定度假 有时候是到那个 有时候是住一些民宿 对 但我都会去看他 看他跟他聊天 我要感觉他那个气质 我喜欢看到他打着刺脚 跑来跑去的样子 我喜欢那个感觉 老师你没有 你们会出国度假吗 出国就去欧洲了 没有去日本 或是韩国 没有去过两次而已 就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去日本 后来第二次也是去日本 都是因为我岳父的关系 对 但是我去 肯定 好 现在我们讲几分钟了 讲几分钟了 三十七 我们赶快把它结束 好 好 这是一开始 所以天哪 我是五天的一个 要去肯定凯撒饭店 对不对 好 结果还没到 我大概从大概一点多 就一直聊到快要三点 因为我一直在感受 感受他那种很棒的能量 我觉得他好像小孩子 我 其实我已经决定 我这次可能要 买一些他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他以后能够有这么多体力 来做这个灯的聚会不多 所以我就买一些 将来可以寄给我的小孩 几个朋友 所以我买了七大盏 其中有三盏是 我的学生买走 那四盏现在放到我家 有空来我们家看 都是贝壳灯 就全部都是海胆灯 应该更精确的讲 就是海胆灯 那这个灯的要灯座 对不对 它有两种灯座 两种结构 一种是用大的贝壳做底的 然后用这个铁丝 做成各种形状 然后铁丝的外面 是用马线缠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它是用两个或三个的海星 大的海星叠起来 成为一个主结构 然后在这个 每一个角的地方 暗插不同的海胆 对 就这两种 所以我这次就买了一些 但是就是在我 还没有进到凯撒饭店之前 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知道 这个就印象我很大 因为太快乐 所以第二天又跑去 第三天又跑去 后来我发现 我凯撒 每次去肯定要去玩的地方 都没去玩 那师母 她也是一样 我们两个跑去 那边就一直吵 一直吵 很兴奋 我们被那个兴奋的感觉 我们有点被 怎么讲冲昏头了 但也没关系 不就是度假 对 所以这次度假 就变成它有一个 很清楚的主题 贝壳灯 然后贝壳先生 OK 和兰花先生 我经过了这比较以后 我就觉得 我喜欢贝壳先生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 变成一个兰花 兰花先生的那个方向 我喜欢像贝壳先生 那有一天 我也是买喝 买喝 因为事实上 我有学生跟我讲说 老师你这样准备课程 一定不是为了这份工作 对 是一种热情 我想这样 这是影视学生给我最好的 没错 一个肯定 对不对 好 那我觉得这个贝壳先生 没喝 他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他也在交朋友 对 最后我就讲一件事情 我们就结束 因为那是假期第一天 你就去花了一堆钱 对 那天当天就已经花了一笔钱 后来当我在挑的时候 贝壳先生 其实蛮喜欢跟我太太聊的 因为我太太看起来就不精明 我是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人 所以你知道精明的人 人家还是会跟你打交道 可是觉得赚你的钱不容易 可是我太太就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不精明 所以人家会偷偷送他一个小贝壳 然后就跟他聊一些心理的话 所以有一些故事 是我太太转述给我听的 我太太说 这个贝壳先生 为什么会做这个贝壳灯呢 他以前是没有这样做的 没有做到这种规模 这么有变化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让他开始做贝壳灯的 是什么 你随便乱猜 我最喜欢听你乱猜 我是乱猜 真的很乱猜 好乱猜 一定 再猜一下就好 OK 我来猜一下 他为什么 什么契机 让他开始把这个东西 变成艺术品 对 要不然我们留在下一次讲 不是 我现在就要把它拆了 我现在就要拆了 好 你再看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很重要 这个转折点 这个故事的本身 我觉得比你买一千个贝壳灯 都有价值 他有一天看到电视上面 有人在 有人在做这个东西 超棒 然后他发现 靠 他做的也太烂了吧 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做 这应该就是你的生命中有过的经验 你因为看到别人做的太烂 自己觉得投入 对 好 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 但不是 不是 他可能是 有朋友 跟他要求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他开始做的时候 发现 嗯 不错 这样子 我觉得你几乎猜到百分之九 七十 七十有了 七十 所以是因为朋友 好 那我现在讲给你听 好 我觉得你已经几乎快要猜到了 非常好 就是他的女儿嫁到台北 嗯 他说结婚 好 他就是 爸爸你好会哦 这个东东东西弄弄 那你能不能帮我 就用贝壳 就做一盏比较 比较有造型 就是好好当作作品 以前他爸爸可能就是玩一玩 这个年一年 然后点蜡烛啊 或者什么的 他说就帮我做一个 我要带到台北 嗯 嗯 哎 女儿结婚嘛 女儿未来的幸福 这个灯会放到女儿的家 对 他就好好的做了一个 你猜发生什么事情 放到他女儿家之后 大家都说想买 不是 还是在做的途中 客人就把他买走了 对 当他做完以后 就被买走了 所以他女儿家到现在都没有灯 有点可能 反正呢 他做了以后呢 放在店门口 哇 老板这个多少 然后 我不卖 拜托拜托 就买了第一盏 是因为要做给女儿的 就卖 就一直做 一直做 可能他女儿家里是有一盏了 但是第一盏是被 所以你看 人生的转折 有时候因为你在 你不会知道 你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转折 对不对 因为 这件事情不是很棒 对啊 因为我觉得感觉 想象得到就是 最初 然后 他就 不行 被买走了 然后女儿说 爸那我灯呢 我家现在没灯 黑热的 他说不然我有一盏 做坏的 先拿去你家放好了 对 这种感觉 要是我就会这样 跟你想想想 他为了他女儿 那种心情 做了一个 他要给女儿的 那个心情 可是其实有人看到了 哇 我要买这盏灯 OK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 有些转变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突然之间 很投入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被激发出来了 然后就会 就显现出来那种美的一种 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大家就认出来了 对 那那个东西 对 怎么会有一个新的高度呢 有时候是一个 你爱的人 对你的一个要求 或者一个有趣的出发点 还要有一个有趣的出发点 然后就 一下就转 没错 OK 是不是很棒 那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罗里巴说 讲了那么多 对 是不是就 好 一个兰花先生 对 贝克先生 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为了女儿 做一个灯 就没想到 开展了他新的事业 就大概跟我做那个 舒肥鸡胸肉 差不多的故事 OK 当初是做给我老婆吃 后来就是 老婆同事们开始跟我订购 OK 好 对 那我后来就不做了 因为太累了 赚不到钱 买喝啦 买喝啦 不然你就变成鸡胸先生 对 不然我每天就在那边 做鸡胸肉就好了 对 好的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 不要忘记记得订阅分享哦 然后要记得收听 是的 谢谢 来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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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